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孩竟然跑掉了 约书亚与妻子约书亚 2017年4月12日被判罪成 不过陪审团未能达成一致的判决 6个月后 约书亚要求俄勒刚无辜者计划 Oregonian Ocean Check Project帮她重获清白 她坚称自己从未射杀露西 只要找到狗 就能证实女孩做假口供 于是该组织的志愿者和检方人员开始帮她找狗 最后在他们波特兰西北部的小镇杰哈特找到了路西 拉布拉多犬 路西8月3日 俄勒刚州上诉法院 撤销了对约书亚的定罪 并下令重新审判之后 她终于走出了监狱 直到这周一9月10日 检方告知法庭 不能确定约书亚是否性侵了女孩 于是法官驳回了此案 约书亚就此案发 布了一份声明 感谢俄勒刚无辜者计划 家人和地方检察官赫梅尔 不过她拒绝接受采访 她说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新闻媒体 据悉 美国大多数儿童性侵案都没有直接证据 一个人是否应该被定罪 需要一些客观的东西 此案中路西还活着正名女孩撒了谎 原标题 男子北械为成年女孩被判入狱 50年因一只狗翻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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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